大家好,欢迎收看直风里看电影 今天给大家说的是美国电影《地下室》 讲述了一群新手劫匪去抢劫银行 却抢到了鬼屋里的故事 影片一开始,就是美国下午5点钟的一家银行 一个大眼睛的妹子来这家银行面试 同时一个短发女在柜台办理业务 但是短发女因为信用卡预期被银行罚的生活不能自理 脾气有点暴躁 正在跟柜台员工叨叨个没完 大街上银行的附近也发生了火灾 三名消防员打扮的人正好也进入了这家银行 要求排查火灾隐患 这三名消防员进来之后 管发女就立刻发飙 一拳将保安打晕了过去 同时消防员打扮的人立刻就把在场的警员制服 大眼睛也从包里拿出一杆喷子挟持了银行经理 原来这是一伙劫匪 正在实施有预谋的抢劫 正在银行外巡逻的警探哥 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报警 很可能就是银行内的缘故 于是就调集警察赶紧过来处理 银行内的劫匪们很快就掌控了局面 并把所有监视器上都喷上了油漆 然后立刻挟持银行人员打开了保险柜 但是他们悲剧的发现 保险柜里只有七万多美刀 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大眼睛一看这次恐怕不能拿到那么多钱了 于是当机立断要求马上撤离银行 但是短发女不乐意了 直接就是一顿嘴炮 原来他和大眼睛是亲姐妹 他觉得应该留在这里拿到更多的钱再说 同伴光头哥也非常的支持他 这里说明一下 光头哥应该是短发女的男朋友 因为他俩的眼角都有三角形的纹身 但这好像跟剧情没多大关系 我们继续往下看 于是五个人拔枪相向 正在为走过流争执不下的时候 一个带头头的人知告诉他们 他知道钱在着 并且非常愿意合作 只要劫匪不伤害其他人知的性命 这个人知就是詹姆斯·弗兰科 饰演的银行助理 他对银行了如指掌 还帮助劫匪关掉了银行警报 这才取得了劫匪们的信任 弗兰科告诉他们 在银行的地下金库里有六百万美刀的现金 并把通往地下室的钥匙也给了他们 于是短发女立刻跟矮胖男一起去地下室 开金库的大门 长发哥也要迅速去切开逃跑管道 因为现在银行外面已经被警察包围了 随着地下室金库大门的打开 矮胖哥也遇到了非常诡异的事情 一个白脸面具男和一群带头套的幽灵 将他拖进了金库 姐妹俩看着监视器也是一脸的迷茫 可是监视器上什么也没有 于是短发女要下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光头哥这里也出现了异常的状况 叫他非常害怕 因为带头套的人知突然多出了几个 让他一度以为是自己算术没有学好 数来数去还是多了几个 紧接着一个白脸面具男指挥着这群幽灵 包围住了光头哥 把裂枪塞进了他的嘴里 一声枪响就领了跑范 正在切割管道的长毛哥听到动静 于是来到金库里 却发现矮胖哥已经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竟然诡异的用一把电钻自杀了 大眼睛现在十分不信任弗兰科 于是拉来一名出纳员 问地下室里究竟有什么人 出纳妹子告诉他 在1982年 一名戴白脸面具的劫匪抢劫的家银行 那个面具男是个疯子 他被警察包围之后 将所有的人质都虐杀掉 放把火连同自己也烧死在地下室的金库里了 短发女也拿到了钱 可是全都是1982年的钞票 情况已经越来越诡异了 长发哥切完管道的时候 就在地下室里泼满汽油准备逃跑 而此时警察也强行攻进了银行 大眼睛看见警察进攻 立刻背上钱往地下室逃跑 就在他刚刚穿上消防服装的时候 看见面具男与众多头套鬼魂向他围了过来 长发哥为了掩护他的离开 砸烂煤气管道 点燃打火机炸毁了地下室的一切 第二天 警探哥对所有人质都进行了调查 中头一词都说 他们见到一个留着胡子的银行助理 弗兰科 但是所有的摄像头记录里都没有这个人 从那辈子看到墙上的照片才发现 原来弗兰科是1982年 早就已经死了的人质 正是这个弗兰科的鬼魂抱得紧 警探哥的内心也是无比惊讶 难道所有人都见了鬼吗 这报告已经没法写了 最后逃跑的大眼睛与短发女会合的时候 俩姐妹为长毛哥的死哭了一阵 虽然导演在片子里没有交代 不过根据猜测 长毛哥应该是他俩的弟弟 俩人正要开车离开的时候 猛然发现 白脸面具人已经顺着钞票的怨念追杀而来 影片结束 直到最后才揭露出弗兰科的身份 倒是本片最大的亮点 面具男的追杀 也吓得我赶紧吸了口1982年的空气压压惊 好在贼废全部付出 这我也就放心了 好了小伙伴们 欢迎关注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